今天早上我們過去覺得他那邊的患藥很簡單 你們幾點幾 大一 大一喔 其實念過高中的都會判症 因為以前我們把健康護理護理都刪過 那他用固定的材料 那也就是拿一支夾子 他拿一支剪刀 把他綁好的那個繃帶剪掉 禮盒東西拔掉然後傷口出來 然後他也是都準備好了 那個感覺是不像拉手啦 不像消毒水但是他比較混濁 不曉得是不是雙氧水 可是雙氧水也不是拉氧 他先用那個拿酒拿麵球 不是麵球棉花拿一款沾 用夾子夾子 然後把它上口上洗乾淨 洗乾淨然後再擦乾 有中心往外匯 這樣弄 弄好以後他會有一個藍色的紗布 就都是用手 用手拿起來把它遮裂好 然後他的Beta定軟膏 已經有點像是柔和像水狀 然後用一個壓石板 把它拿起來 就是在那個沙布上面 拔好以後 直接譬如說這已經傷了 我就直接蓋上去 那蓋上去他還要蓋一個敷蓋 敷料 那他的敷料就是 兩層沙布中間是棉花 他都已經做好的 那你再把它蓋上去 然後就用沙布包紮 那包紮 應該都有學過 學很多講 可是最常用的就是環形包紮 那如果膝蓋 大混在膝蓋 你就加一個八隻細包紮 然後再放一個體驗 比較好 那今天 一回合 感谢观看